网上买了两件衣服 有点不合适 抖音直播间买的 看下主播穿点客票 然后自己再穿就是一万一块钱 今天想吃煎饼 做个煎饼 先来超市买菜 有点大蒜 吃前秒一定要调一个蒜汁 买完菜过来 我妈说包饺子菜都弄好了 那今天就吃饺子 木许鸡蛋饺子 肉里包一下 开始包饺子 又没吃饺子 平常是季菜去的 吃一个没有血起的 饺子煮好了 下午的时候去朋友那儿 他自己做的直播间 下午过去看一看 淘宝电商直播基地 这个就是万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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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一个 紫色吊杖 还有一个 手链 还有个平安扣 绿色平安扣 应该木杰 又到中午了 刚去看了一个手链 然后老板会接到直播间了 下午过来再确定一下 12点可以可以 12点差不多可以赶到可以赶到 那行好的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就方便能发一个就是 方便能发一个就是地址的短信吗 方便吗 好好好那行 那我知道 我知道位置 广福道 我是大部分行广福道 把这个记上 到时候 汇丰银行打来电话 就确定是翘了 然后其实刚才打电话已经说的很清楚 就身份证 过关小片和通行证 APP 就汇丰香港APP 然后没有其他额外的要求 到时候去看看能不能办下来吧 也没说什么地址要求 但地址就是 是新卡账单上的 十度地址 我已经打印好了 原谅我又要去吃 这家新肠蒸 煎包 他家葱油面简直 太好吃了 最近这天气是不太热 很舒服 一个葱 一个葱油面 再加两个煎蛋 一个葱油面 再加两个煎蛋 老板 煎蛋 对对 是 大咸菜真的是相当好吃 然后这个面啊 特别筋道 他这个咸菜啊 特别嫩 这边 董事老板让我玩酒 晾仔帅哥 然后吃饭来 不管是地摊还是这种 小饭吧 都是老板 喝完 继续逛市场 继续 挑拨 其实每天也有很多游客 过来在这边 不管是逛呀卖呀 但是有很多过来这点打卡的 也算是一个 小景点了 现在是下午两点 然后我刚拿出来啃一下 小的 确实 颜色更均匀 更紧一贴 但是 其实这儿有一条链 大的就这样子 背面 背面更白一些 小的有 有瑕疵 这儿就裂 这个鞋还不错 这个鞋还不错 做了时间长了 也得换一双鞋 来只拿了一双 这边的房屋 这边都 最旧的 这边水果感觉是真的 很新鲜 很新鲜 这两个 完全叫不上三股水果 完全叫不上那种 我这会儿去朋友那儿 买点奶和王老吉带过去 朋友还在这里面买菜 要回家做饭 他呢 在家里面开酒 我一天开两场 然后刚回来这边钓货 一个公寓 差不多 成千户 然后就一个电梯 一个礼拜都没修好 朋友做的家乡菜 直播间 好久没吃到家乡饭 激动地发个朋友圈 刚从朋友那儿回来 今天他做的是陕西的 七红柿鸡蛋面 真的是 最少一个月没吃了吧 然后 他晚上播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一个人播一个人介绍 然后老子在那边上电街 很厉害很勤奋 然后还要做饭带孩子 学到很多确实很努力 然后改天有机会也去他那儿播一播 给大家了解了解看一看 回来咯 一笼会开完咯 明天还开吗 明天我还得比呢 那明天还继续的 明天还继续的 太热了 我跟你说要穿短袖短裤嘛 快看还得了一个奖状 你跑第二名 厉害厉害 你咋不开心呢 太热了 我看你们在床上座里晒得很 我给你拿着遮阳帽你戴了没 戴了 你晚上我给你爸打个电话说一声 说你得奖状了 要不要给你把这个贴起来 没错 没错 我们发现还发没多了 老师给你们发的 一人一瓶 那一天喝美了 玩美了 好